弟兄姊妹 早 早 我現在是準宣教士 因為我來這個教會 基本上就是我跟天佑牧師 他是我的老師 神宣的老師 那我是季宣跟上群傳道 他們夫妻同一屆神宣的同學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我就不小心來到這裡了 好 那我今天要來見證我蒙昭的經歷 那我要講就是 就是我是一個浪子 曾經是一個浪子 那我們聖經裡面有兩個浪子 一個是大兒子 一個是小兒子 那我是大兒子的身分 我在家裡 我在家裡的 家裡對爸爸 對人際關係 我就是充滿的抱怨 充滿的不平 充滿的人家 因為我在家是屬老妖 其實老妖的性格就是 只會藥 不太會給 那也養成我的成長過程 不太好 被扭曲 那我成長的環境是在三重 三重 其實三重有三樣特別多的醉 你們知道哪三樣嗎 一個是班派 班派非常多 然後是一個賭場也非常多 對 對 對 然後再來是特種行業也多 那又加上我的成長環境 我爸爸是很暴力的人 我爸爸其實他是私生子 他的親生爸爸他也不知道 所以爸爸的人格特質也很特別 所以他對我們孩子的教育管教 就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再加上我所成長的環境 所以我的人格 我的價值觀 都受到很嚴重的扭曲 那這個一扭曲怎麼樣呢 這個扭曲就造成我 我的成長背景 成長過程 都一直在這個惡性循環裡面 一直在循環循環 那感謝主我在1996年受洗 認識三弟 因為透過我哥哥 我哥哥是更生人 他是 他以前就是在我們三重 就是加入班派 然後又吸毒 關了十幾年 我爸 我媽媽 我印象中 我媽媽就是為台灣頭 敗到台灣買 三人補的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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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敗 但是哥哥就是沒有辦法改變 那因為哥哥在監獄裡面 有人跟他傳呼音 那他信主之後 他出獄 他就猛招成為傳道人 他現在是牧師 那哥哥帶領我信主 因為哥哥的生命改變 就帶領我進教會 那進教會之後 我也就很順利的就這樣受洗 那受洗的那一年 也剛好我結婚 那受洗完之後那一年 我沒有多久我就離開那個地方 那我就開始工作 那一工作下去就是 其實我的成長背景就是 我的價值觀被扭曲之後 我覺得賺錢比什麼都重要 賺錢比什麼都重要 那我又一直自我為中心 那我真的是過得很孤僻 那又自私 那也不懂得什麼去愛 然後就在這個成長的過程 我的婚姻只維持七年 那我離婚了 我結束我的婚姻 其實我結束我的婚姻 我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因為我是一家之主 我總以為說我賺夠錢 拿回去給家庭用就夠了 我沒有去感受前妻的他的感受 所以我們就結束那一段婚姻 那結束婚姻童年 我生意又失敗 那失敗 婚姻對我的打擊已經很大了 那又加上生意失敗 我那時候又負債 我整個人崩潰了 崩潰那一刻 我才知道我得了憂鬱症 那整整大概有七年的時間 我是活在一個很黑暗 我把自己過得很苦 過得非常苦 我有時候一天吃一餐 有時候朋友來找我 我都不用出去 那我又很害怕接觸人群 我就封閉我自己 封閉到最後我越來越害怕 那時候觀景是怎樣 那時候觀景是怕死 然後活著又沒盼望 那我覺得說我身為基督徒 怎麼會這樣 那感謝三弟因為他的憐悯 他就安排一個天使 這個天使是一個精神科的醫師 剛好是基督徒 他就這樣一路陪伴我 大概十年的時間 這樣陪我起來 那我很感動 我在想 我們生命當中 有幾個人這樣 可以願意這樣陪你十年 我在想 我的生命可以陪伴人家十年嗎 現在我成為傳道人 我總是盡量陪伴有需要的人 因為我知道 上帝透過那個人來愛我 他知道我需要 我也要學習去怎麼去愛人家 那感謝主 其實在那一段時間 我又再進入教會 其實我離開教會已經 大概有七八年了 那是沒有教會的生活 那剛好那個因緣際會 認識我們這個長老 我又進入教會 開始胡適 那其實胡適當中還是有軟弱 那我就 剛好有一個機會 我進入兩個機構胡適 一個叫趕路的燕 你們聽過嗎 趕路的燕 那邊胡適半年 再來就轉到晨熙會 那我的生命真正改變 是在晨熙會 上帝藉由晨熙會 整個歡種我的生命 我要說我進入那個機構胡適 不是因為我是戒毒的 是因為我哥哥跟晨熙會有關聯 他把我轉建進去 那我在裡面胡適 我最感動的 我最感動的我要分享 我那時候進去胡適那些弟兄 我看到一群人他們在獻師 就是戒毒的弟兄 他們唱了一首歌叫神機 那首歌裡面的歌詞 就寫著說 我要用被改變的生命來護士你 我聽著聽著我就哭了 哭不是因為他們唱得難聽 是因為我覺得那個生命 歷到被改變的時候唱出來 那個味道真的是不一樣 那個可以吸引人 我就看著我哭 我哭為什麼哭 我看到這些人吸毒 我又看到我自己 我想說他們吸毒 我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為什麼 我也跟他們一樣 其實我也是吸毒 只是我跟他們吸的毒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的成長過程 我的內心太多忽明的東西 我太多仇恨 太多不饒恕 太多忌妒 太多什麼什麼 太多就是造成我們心中充滿苦毒 所以那一刻 我就覺得說 感謝主 主我感謝你 我就如同那這群弟兄 在這邊 你幫助我戒毒 那承熙會的戒毒很特別 你知道呼音戒毒 真的那個能力非常大 呼音 一般外面的戒毒 他們是靠藥物 但呼音戒毒 完全是靠禱告跟超聖經 我在那邊 就扶老弟兄 我就看著他每天這樣超聖經 我知道神的道 真的可以練進人的心 所以 上帝讀上帝的話 有時候 不只可以解讀我們的 裡面的一些讀 同時在讀的過程 就是這樣排讀 所以我感謝主 上帝就藉由那個機會 讓我認識我自己 我知道說 我需要靠主 我才可以得勝 那很特別 在承熙會服事一段時間 我又去泰國宣教半年 那上帝的呼召就來臨 有一天半夜 我睡到那個稻草湖 那個地方是沒有電的地方 它的早晚溫差非常大 早上你穿短袖的 凌晨大概你就要穿大衣 那有一次 我在睡夢中 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就 我知道那個是上帝給我很大的提醒 上帝讓我看到 我以前不看得過去 我以前什麼傷害我的家人 傷害我親近的人 我看到我什麼傷害我爸爸 我爸爸雖然對我們的傷害 但是我成為再一個傷害他的人 我又看到我做生意的鬼詐 看著看著 那個就好像錄影帶這樣倒轉 看著看著就一直哭 一直哭 那我那時候真的爬不起來 我就當下我做了一個 我有生以來 我真的跟神真正的認罪悔改的禱告 所以那一刻 我就覺得我生命真的不太一樣 上帝就從那一刻 開始一步一步帶領我 讓我成為傳道人 弟兄姊妹你們看得出來 我曾經得七年的憂鬱症嗎 看不出來 感謝主 這真的是神機 那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說 我憂鬱症得醫治 那有一個姊妹跑來問我說 傳道 傳道 你現在最開心的憂鬱症得醫治 你最開心什麼 我說最開心可能就是睡得好 睡得很平穩 所以以前睡眠品質非常糟糕 她就這樣很羨慕的眼睛看著我 因為她有憂鬱症 她被睡眠就是睡得不好 然後她就問我 我就看著她說 我說 我現在最開心的是 就是 我好睡到什麼地步呢 她瞪著眼睛看著我 我就跟她講說 我現在站著都可以睡著 我感謝主 這是因為我心中真的有一個平安 有一個平安的缺距 所以鼓勵弟兄姊妹 你們如果願意的話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參加我們的成根 讓我們早上真的來讀神的話語 用神的話繼續來煉靜 改變我們的生命 那感謝主 感謝主帶領我來這個大家庭裡面 所以我們常常說 上帝使用普通人 那我更要說 上帝祂不只使用普通人 祂也使用悲劍的人 祂也使用愚拙的 世上軟弱的 叫那被厭惡的 上帝祂拣選 祂拣選 祂使用每一個人 每一個很特別的人 感謝主 在未來這個大家庭裡面 期待跟大家 我們一起來學習 來忽視我們的上帝 忽視我們的教會 謝謝